你好,我是David Che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之前送去CGC Grading Company 来做批分和装硬壳的漫画 我送去21本 再加上一本,因为硬壳坏掉,所以 在我之前一起送去做 重新装硬壳的漫画 我送去21本,其中有很多本是 从Wizard这个杂志回来的 赠品的一些漫画 因为这些漫画呢,都是赠品,所以呢,是不错 而且是,也是算说是完整的漫画 所以我就一起送去做批分 加上装硬壳 然后呢,因为我是CGC Member 所以我这个Notes,他的Grading Notes 就是他的,给我说 为什么这些漫画是这个原因 我们就从头来 从头到尾来看,为什么 我这些漫画会得到这些分数 基本上,这些漫画呢,都是9以上 差不多都是9.0到10 通常如果是9.0到10都已经算是不错的 我是有不幸有一本是低于量子的 但是呢,大部分的都是超于9 所以我是非常高兴 我们就一个一个从头到尾来看 我这个第一个呢,是Wizard Path 然后跟Image合作的 然后叫做Powers Wizard呢,我就大概快速讲一下 Wizard是一种杂志 这个杂志专门介绍漫画 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些赠品 但是这些赠品不是跟着漫画 你是要寄还给 寄去这个Wizard杂志公司 然后呢,过几个月之后 他们就寄回来 这个赠品是什么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Wizard Half 这个漫画是介绍这个Powers的漫画 这个是Half 是因为这个 这一本书是介绍用的 所以呢,就比就是 先介绍之后 几个月后 这个Powers漫画就会出来 所以这个才是Half 因为只是介绍用的 但是呢,这个也是算完整的漫画 背后呢,就是它的广告 我这个拿到9.2呢 是因为它这边边有撞到一些 然后呢,这边角落有点 比较大的撞到 所以会比较不好 但是呢,整个来看 是看起来非常不错 然后呢,这个漫画本身也是不错 所以呢,我就是因为 角落有撞到 所以才是9.2 但是呢,我同时也有9.8的 因为我寄去的时候 是要求两本,所以他就寄回来两本 然后这个呢,就没有那个 那么大问题 可能是因为邮差 寄回来的时候 有撞到前面那一本 没有撞到后面这一本 然后这一本就是后面的 所以可能就是 比较好的 然后这两本呢,是因为 我送去的赠品 所以呢,这两本都是有 有做Authenticity 就是有做 呃,证明的 所以这个呢,如果我要做买卖的话 就跟着这个漫画一起 因为这个是产品证明 我下一本呢,这个叫做 Wizard Ace Edition 这Wizard Ace Edition呢,就是 他直接跟 Marvel 这样子合作 来做出一本漫画 因为 Daredevil 这个 character 是已经 这个人物是已经蛮有名的 所以不需要再做 像 Powers 这样子的产品介绍 但是呢,他们要直接跟厂商合作 特别做出一本漫画 就是这一本漫画 然后呢,这个厚度也会比平常要厚一点 因为他这个封面啊 是比较厚一点点的封面 所以看起来是 比较好 而且比较亮 我这个拿到9.6 也是因为这个角落有点撞到 因为邮差送来这个赠品的时候啊 有撞到这个情况 所以呢,才会出这些问题 但是呢,这个外表呢 看起来非常不错 背面呢,也是看起来不错 这边边也是看起来不错 所以9.6 只是因为他这个 这个角落有点瑕疵 所以才会得到这些分数 然后呢,我下一个漫画呢 是 是两个同样的 是叫做 Harley's Little Black Book 这个是比较特别一点 因为是新的 不是像这个 2000年的 这个是2017年5月的 然后呢 我会有两个 这个是因为我喜欢这个 这个人物 叫做 Lobo Lobo就是属于说 像是 这是DC的漫画 所以有 Lobo 但是如果是 Marvel 的话 你就可以比如说 是像 Deadpool 这样子 有点笑话一点的人物 然后这个呢 我是喜欢这个人物 就是因为 他做事不合逻辑 然后呢 他的能力快要跟超人一样强了 所以呢 是非常强的人物 他这个呢 给我9.0 是因为角落上仔细看的话 你就发现这边有点白色 那表示说 有撞到地上 或者是 那个漫画公司啊 他装箱的时候 寄去给漫画店的时候 有撞到 所以呢 才会得到这个分数 但是呢 如果 如果 不看角落的话 你会看到封面 你就知道 哎这个封面看起来非常不错 背面呢 是也是广告叫做 Teen Titan这个 这个电影 然后呢 这颜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 他这个有一点 这个封面是有一点点亮的 虽然说没有像刚刚那个 Daredevil 这样子 这样子这种品质的封面 但是也是蛮亮的 这个啊 这个封面是不错的 虽然说他有一个variant的cover 是更不错的 但是我是觉得 这样子就 这个variant就是 这个是平常New Stand Edition 看起来非常不错 所以我就有买两本 然后其中有一本 就是有一点点打到角落 所以才会9.0 但是呢 我另外一本呢 就是9.8 角落就没有那么 就没有问题 所以呢 得到9.8 然后他背后呢 也是很完美的 所以呢 这一本就是 可以说是完美的 然后 最大的差别就是看起来呢 这个 因为他CDC啊 新的封 封著漫画的心壳非常好 所以看起来很完美 然后呢 这个就是 可以保持很久 所以看起来非常不错 如果 如果喜欢这个人物的话 你可以把它放 放在墙上 然后呢 加一些UV protection的话 就可以 保持很久 然后呢 我有之前的 这个是第六 第六个issue 就是第六集 我有第五集的这个 这一本 然后第五集这本有超人 因为他是说 是Hartley's Little Black Book 所以他就有一些 不一样的人物做一些 像这个有 这个就有Batman在这边 Superman在这边 对着这个Hartley Queen 在这边做boxing 所以这个画面也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是呢 9.4 也是可以看 从角落上看出来有点问题 然后这里呢 Spine是有一点点碰到 因为有时候呢 我送去或送回来 或者是漫画店装箱的时候 都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要小心一点 但是呢 这一本就是不小心有这个问题 所以才会9.4 但是呢 这个封面看起来非常漂亮 我也是觉得 他颜色弄的也不错 这个是平常New Stand Edition 不是特别版 所以呢 这价值也是跟平常一样 没有特别那么多 而且是2017年的漫画 所以不会有太多高价钱或什么的 但是呢 我是觉得这个封面 有超人 有badman 然后呢 这个这个人物就是 欧巴马和Michelle 所以呢 这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漫画 所以我就拿送去 拿去送去做批分 好 我下面这本呢 又是Wizard Ace Edition 之前呢 之前呢 我说过这个Wizard Magazine 有跟别的公司合作 他们这个就是有跟Marvel合作 刚刚那个呢 是Dare Devil 这个呢就是Amazing Spider-Man 然后这是第一本 这个呢 跟刚刚的画面一样 是用特别这样子亮的这种封面 所以这看起来非常漂亮 这个呢 就是 这全部来看啊 这品质非常好 他这个9.6 是因为这里的边边的纸张有点问题 因为他这个是比较硬一点的封面 所以呢 他钉钉纸的时候 会有一些 把那个里面平常纸这样压过来一点点 所以呢 有时候 不小心的话 这些纸张就会不平 然后呢 就碰到这个9.6的分数 当然啦 这个角落也会有一点点问题 像这个呢 这个就是背后有点打到 所以呢 才会变成9.6 然后他背后是 也是介绍这个Weather Ace Edition 的东西 的广告 所以呢 这个也有说 X-Man啊 Spider-Man啊 Fantastic Four 这是非常好的一群漫画 所以可以值得看 因为这个是Weather Magazine 跟Marvel合作的 所以呢 这个是可以说是收集品 然后呢 这个呢 我就是比较平常版的 这个叫做 Bad Woman Rebirth 就是 跟着 那个New 52 后来又 那个52呢 又从头开始 所以这个 Bad Woman 就Rebirth 所有的 几乎大一点的人物的漫画 都有一个Rebirth 因为 New 52的故事 让他们全部都 经过这个Future End 等一下我会介绍一下 然后呢 现在就重新Rebirth 我买这本呢 是因为它这个蜂蜜颜色非常不错 然后它这个故事也是不错 我得到9.2是因为它这个角落也是撞到原因 但是呢 以封面来讲 这个颜色弄得非常不错 然后呢 这个 这个Bad Woman的Mask 弄得很漂亮 我就觉得很不错 所以我才买了 然后呢 背后就是Powerless 一个 一个电视剧的广告 就会发现 哎 前面呢 是 Bad Woman 然后有超人 然后后面就是Powerless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电视剧 非常好笑 但是呢 因为不够多人看 所以两年后就被cancel掉 但是呢 以这个漫画来讲 非常值得来看 如果你喜欢这种长的故事 然后 DC的话 就是可以看这本漫画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非常好的 Amazing Spider-Man 平常版 这个不是 刚刚讲说的Wizard Station 这个是平常 Marvel漫画 然后呢 这个是Varian Cover 然后这个是Aaron Kuder Cover 他这个 这一本啊 漫画的封面做得非常好 很漂亮 这样子 很detail 这样子看起来不错 所以呢 我就买这本Cover 然后呢 这个9.6 是因为 这角落是有撞到一些 因为它是 虽然说是Varian Cover 但是呢 还是 装箱给那个漫画店的时候 还是有撞到 但是这个是无法避免的 有些漫画呢 即使你再挑 但是它是 通常都是用UPS 或FEDEX来运的 有时候还是会撞到 这无法避免 所以这个9.6 还是非常高的分数 因为这个呢 外表看起来非常不错 背后呢 就是 The Sober War 这个 这个 The iTunes Commercial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 这个封面就超级好 这个是 Amazing Spider-Man 19 因为他们有经过这个 一个故事 所以所有号码要重新开始了 然后 这本呢 就是 Amazing Spider-Man 25 它这一本呢 是比较厚 所以呢 跟这个别的外壳比 会比较厚一点 它这一本是纪念版 然后呢 也是Variant Edition 最重要的是 这个是Variant Edition Variant Edition 就是说 一个特别的 特别的漫画说 所有的character 都是变成有跟这个Variant 这个character 这样子有联系一点点的 然后呢 这一本漫画就是 里面还是同样的 但是外表呢 他们就是 有关Spider-Man的 关系的人物啊 都会说 Variant Edition 然后呢 就是 大家都喜欢收集 这一本 就是因为 有Variant Edition的 画起来 看起来很不错 所以大家收集 就像我 之前有一些 Scribble Nuts Edition 同样道理 它这一本呢 是因为是25 纪念版 比较厚 比较多页 所以看起来也不是 故事比较长一点 Overall 这个呢 Corner是打到一点点 因为这一本 是蛮厚的 所以有时候就是 装箱的时候会 掉下去比较重一点 所以Corner有被打到 所以才是 9.2 但是呢 基本上 这一本看起来不错 然后呢 背后也是 也是看起来不错 这个是广告 Dare Devil的广告 因为我这一次送过去的都是全新的 所以呢 都是白色 那个里面的页都是白色的 所以分数都会蛮高的 但是有一些旧一点的漫画就不会这样子 但是 以这一批来讲 目前来看都非常不错 好 我们再从Marvel上转回DC 我这一本呢 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 这个特别一点呢 是因为这个是叫做Venticular Cover 或者是比较1990年代 这个Venticular东西呢 就叫Motion 3D Cover 这个呢 那基本上就是说你转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别的character 然后呢 这个故事 是说Batman和Flash互相碰面 所以呢 这个是有四本漫画 这个是第一本 Batman 21 然后他下一本 22呢也是也是Venticular Cover 然后呢Flash也是21和22 也是Venticular Color 因为他们就这样子四本 四本合作来做一个做成一个故事 因为他这个是硬的Cover呢 所以外表都可以支撑的好一点 所以才是9.8 然后呢这个因为装起来非常好 所以看起来非常不错 然后背面呢 也是有一点点要梦幻感的广告 所以这个也是不错的 因为这个故事呢是非常短 就四本 所以呢 这个是非常值得收集的 然后呢这个Cover呢 即使是Venticular Motion 3D呢 看起来也是很不错 所以非常有价值 好 我们现在又回到 回到Marvel Marvel呢 我现在这个呢 是有两种不一样封面 然后每一种封面我有两本 一个呢是New Stan Edition 就平常版 这个Spider Gwen 是非常有名的新的人物 嗯 这个故事呢 你可以在漫画界找一下 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个Spider Gwen 就是Spiderman继续下去的一个小故事 它最大差别呢就是 就是 当这个出来的时候非常有名 然后是Marvel 就是两年前的 因为 Spiderman出一些事情 所以有Spider Gwen 这个人物 然后呢 我有两本 呃两本都是9.6 这是同样原因 角落原因 因为它的 它的 我买的时候呢 就是 就是 漫画店 有 有被撞到一些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两个都是角落原因 但是呢 我下面两本呢 就是它的Variant 这个呢 就是 Scotty一样的Variant 然后呢 两本都是9.8 因为 呃 它这装箱的问题 然后角落 这两个都是完美的 所以就比较好 当然啦 我其中有一本呢 是从 是从Ebay买的 不是 从漫画店买的 但是呢 也是得到9.8 所以呢 这非常不错 它这个好处是 Scotty一样啊 它漫画这个 它有画两本 一版是 颜色非常多 然后很漂亮 然后这一本呢 就是比较基本的 它就站在烟囱上面 玩一个球 但是我是觉得这一本 比较 比较 比较好笑一点 所以我就买这个 没有买另外一本 说颜色比较多 然后呢 那个 这样比较乱一点 我比较喜欢基本的 然后呢 下一个呢 我们回到说 Where is there have 因为我是照着这个 Notes顺序来 然后这个是我当初 寄出去的顺序 所以会跳来跳去 我就没有整理那么简单 因为我是看Notes 这样子比较方便 我们上来看 Wizard have 这一家漫画是 Tapcow 然后是 The Godden Gardelina and the Angelus 这个是两个不一样的人物 然后也是蛮有名的 因为他们 就是他这个 这两个人物啊 都是非常机器 呃 非常漂亮 这样子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 他们画的 故事呢 就是比较朝向 Image 这种 潮流的故事 比较科幻一点 这样子 然后所以呢 这个就是 就是比较好 然后他这个也是 Wizard Magazine 就是他的杂志的赠品 我寄出去 我寄出去 要求三本 所以我拿到三本 然后他这个 这个好处就是 他这个分数也是蛮高的 这本呢 9.6是因为角落有打到 但是呢 这个外表看起来非常漂亮 背景呢 也是非常漂亮的 所以 这个 整个来看是非常好的 9.6是 算不错 然后这个 我有一个9.4 然后呢 这个的最大差别是 这笔叶数不整齐 所以呢 才会变成9.4 如果9.6的话 只是因为角落 但是呢 要完美版 我这里有一个完美一点的 9.8 通常很难拿到9.9或10 因为那个 几乎如果要在漫画店 或是什么都买不到 因为你 漫画上去漫画那个店的时候啊 通常因为 Felix或UPS这种 运输公司啊 都会撞到或打到这些箱子 所以呢 很难拿到百分之百完美的漫画 但是呢 9.8已经不错了 因为这个是赠品 所以是邮寄过来 我想这个可能是中间那一本 没有像前面后面那边 那些会被打到 这样子 这个呢可能就是完美 就是因为可能是放在中间的 这是我个人猜测 不是一定的 所以这个是完美的 好 接下来三本 就是我最喜欢的那一种 Scribble Nuts的漫画 这个呢就是 DC原本 他那 他从 他从那个开始 这个New 52的时候 有出过一个series 是每个都是27集 但是呢他们就是 全部都是庆祝Scribble Nuts 这个series 所有的variant都是有 庆祝Scribble Nuts的 我就是有开始收集 我还有很多本 在CGC没有回来 这些都是Scribble Nuts 因为我就喜欢收集这些东西 他这个呢是Batman The Dark Knight 9.6角落问题 但是呢 因为他是Dark Knight 所以他背景是白色 呃 是黑色的 看不到 那个最主要问题 但是呢 你可以大概想像 是 这个是Batman 在那样飞 飞中间 然后这两只手 这个是他的头 然后这个是他的 披风 所以呢 这个看起来非常不错 非常好笑 所以我就 有收集这些 27 然后呢 这个呢 是 是那个一个电动 因为他这个是 同样时间出来的 都是第27集 所以有一些 他的背后都是同样的 呃 电动介绍 刚刚呢 是The Dark Knight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The Nightwing 这个是非常重要人物 而且 呃 现在有一些 大的故事 都是Nightwing 所以Nightwing 慢慢比较 变成重要人物了 然后呢 这个也是Scribblenaut's Variant Cover Scribblenaut and Mask 的Cover 这里有些 然后呢 也是27集 New 52 这个呢 就是Nightwing 在这边 站在这边 当然啊 它也有New Stand Edition 也是用同样的 姿势战法 只是 平常的战法 我就觉得 诶 这个好像比较好笑 比较好看 内容 都是一样的 但是Scribblenaut 这个就 就很漂亮 9.2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比较差一点 虽然说我是比较喜欢 这个封面 因为呢 就是Batman 和Robert 其实 后面有一个Two-Face的 因为它这个主要的是 是Batman 和Two-Face的漫画 所以呢 但是有 有Robin在这边 所以就 就非常好笑 然后呢 也是以 Scribblenauts的 漫画方式来做 它这8.5呢 是因为 这边边边啊 有打到 然后呢 我这从Ebay买的 这边呢 是有折到 虽然说 这个已经说 封面封起来 但是呢 实际上 一打开的时候 可以看到一点折的痕迹 所以才会变成 8.5 所以分数非常低 但是我是 喜欢收集这一本 所以就 就没关系了 然后我刚刚有说 哎 我其实有一本漫画呢 是送过去做批分 是 已经批分过的 然后后来只是换一个硬壳 就是这一本 这个叫做Batman New 52 Future End 它这个呢 就是 就是 经过了New 52的故事的东西 然后呢 大家都有一些 大家都有一个各自的结束 New 52 都叫Future End 然后呢 都是Lenticular Cover 这是Motions 3D Motions 3D 然后呢 都是就一本的 这个呢 就是Batman那一本 所以有一点点说 这样转来转去的时候 有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人物 因为他像这样子啊 就一个是披风 一个是他的 他的皮带 可以看出来是 皮带和披风 然后呢 Batwoman啊 或是别的character 都有这个 这个Future End 所以呢 非常有趣 我这本是Batman 所以看起来非常好 他这个之前呢 坏掉是边边 掉到地下 所以坏掉 我这一次就是 重新弄 他背面呢 是American Dad 是一个卡通 然后他这个呢 也是Lenticular 所以也是看起来很 很漂亮很好 所以呢 这个是非常值得收集 但是呢 因为那时候 这个故事不是大家都很喜欢 所以呢 这个就是 可能不是说 Key Books 这个我以后解释解释一下 Key Books 为什么是大家要收集Key Books Key Books呢 就是 有什么人物 第一次出现 或死亡 或是发生什么事 这些都叫Key Books 所以呢 这本不是Key Books 因为大家都是觉得说 要重新开始了 所以就觉得不是重要 因为这个 这本之后 呃 所有DC漫画都叫 都都有一个重新 重新的 叫做Rebirth 就是2017年 大家都可以开始 开始看那个Rebirth 所以呢 都觉得这个 这个 故事不是那么好 但是我觉得这个封面非常好 所以我就有收集这本 然后呢 把它装印 因为 我是觉得这个 这个封面呢 做得非常好 好 我今天就讲到这样子 我下一次呢 我再谈一下 我从CGC回来的第二批 这个第二批呢 有一些特别东西 那时候我在跟你讲 是什么特别东西 我希望很快能 能拿到这个 然后呢 跟你们介绍 好谢谢